暗夜一輛雙載機車都沒有戴安全帽 但看上去並沒有其他的異狀 結果就在下一秒 只見後座的乘客手一甩 瞬間爆炸出現了巨大火光 伴隨而來的就是煙霧 而這輛雙載機車就在釋法後 立刻催下油門逃逸 新秀的現場呢 他一邊是平房 另一邊則是社區 當時他們就在這邊放炮 附近的住戶都可以聽得一清二楚 因此有不少人都嚇了一跳 回想起來還是很驚嚇 因為一個晚上總共聽到了三聲巨響 附近住戶趕快報警處理 只是等到警方到場 現場一個蹤影都沒有 立即巡線調閱監視器 帶到車主 21歲的無性男子 他坦誠就是自己放炮 事發在11號晚上的11點多 新北市五谷的登林路 無性男子公稱 因為自己債務的問題 心情很差 才會請朋友載他出門 夜遊散心 行經事發路段的時候 零機移動 放炮 發洩情緒 純粹只是因為好玩而已 事後他被移設違法法辦 可以判處距離三天以下 或者是三萬元的罰還 只是因為心情問題 一個晚上隨機放炮 對他來說是一種紓壓 卻苦了附近住戶 TVBS新聞 希望觀眾有心眼 新北市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